卫视力动物园大猫熊团团疑似脑病变 所以特别请来了大陆的两位专家到台湾来共同会诊 吴恒林和卫明这两位专家 他们经过了几天的观察之后 肯定动物园方面的医疗还有照护的团队 而团团的进食还有采食的状况 精神的状态以及走路姿态等等 其实都有所改善的 连续正常的走动时间也正在逐渐增加当中 也因此在上午的时候离台回到四川 不过大陆专家也无法准确的判断团团的病因 只能维持目前的舒缓治疗等待奇迹 只是团团可能要一直待在后台养病 暂时是不可以再到前台了 让民众看到团团了